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多大 在咱们乡里头 那也属于是500强企业之一 我们乡一共有499户 他是500强 他 你们想哪去呀 他要扩大企业 招收高端人才 我为什么把你打扮这么潇洒威武87岁 我怕人瞧不起你 也不用你打扮呢 瞧不起我 我还不用他呢 此处不留爷子有养老院 我是钉子 我是钉子 我吃到有一股 我吃到有一股 我怕我怕不光啊 孩子 你回来回来 你想你能不能 这词啊 一会儿进屋来给唐大蛤蟆用上 多说点文词 当今流行的词 你这套词一说出来 唐大蛤蟆都容易给你跪些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一会儿多用点什么呢 GDP啊 FG啊 WC啥都得用 那我总去 那行 你把这拿了 拿这玩意的 拿这 酒干啥呀 你啥呀 大过年的你能空量 说哪上人家呀 我根本就不想上人家去 我学技术跟他根本就不搭边 我这城里边绝对是用计算机 控制挖掘机 炒菜 我上这个好 我上这地方 我上这小蛤蟆的地方 我还能甩子啊 那孩子挖子 这样 那甩子 那蛤蟆比你甩的多的多了 他又用你甩啥子 我告诉你啊 如果唐大蛤蟆要把你招收过去 就算完成了你老姑姑一个心愿 你值得我 总乃是 听着吗 听着吗 一会儿进屋千万几度 你管我叫老姑姑 你管我叫老姑姑 那我不胡嘛 咱俩就装不应识 听着吗 不认识干啥呀 你养蘑菇多有名啊 认识你多有面啊 有什么面啊 你是不知道 乡亲们现在都知道 我跟唐大蛤蟆 我俩从小就不太和谐 和人差五了 我俩就处于义武会友 不太可以 你这个真的是咱俩四七年也不能用你 你就站着别动 好 听着吗 听着了 到时看我眼色形式 你进屋了我看着你什么眼色形式 听声会不 听声会 我总听得玩的 听声 一会儿我要跟唐大蛤蟆抄着起来了 抄着起来 进屋嘎巴一个大嘴巴 你要给他一嘴巴 我哐给你电头 就这么干 就这么干啥呀 就这么干 我俩要抄抄 你就带外头别进屋 听着我乐了马上进屋 听着没 记住了 记住进屋别冒虎壳 老文词 记住没 记住了 咱俩什么关系 我不是你老姑姑 大蛤蟆 这在家的 咋呢 你们笑了吗 我不笑秃了了吗 早 滚了 大蛤 在家呢 刚才那人是谁 你认识不 你认识不 我不认识我想揍他 我都没瞅准 那是什么玩意儿呢 那都 是吗 不是你来干啥的了 是我过来看看你呀 你还有这好心眼吗 啥话呢 大蛤蟆咱俩这么多年了 我来看看你不正常吗 行了 今天你赶着不久 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 你呀赶紧就回去 别这么说话 是不是 我觉得呀 你现在这企业干这么大 钱也挣住了 是不是 你还有啥发愁的 我是想把我这个企业做大做强 可是我深知道我自己我的水平不够 听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哈 大蛤蟆 你现在思想进步了 哎 企业做得越大 觉得身边没有人才 如果我要没判断错的话 今天应该是有贵人登门呢 你过来 我说大毛哥 今天乡长真给我打个电话 说有一个叫小周的 今天要跟我来谈合作 哎 这事你怎么知道 有没有这事 有 有 有啊 有 我也是瞎懵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信呢 企业 企业 精神不正常 啊 企业 谁 谁笑了 笑不笑咋的 跟你有关系啊 出去 刚才是不是你笑了 我笑了咋的 确定是你 你确定是你笑了 你没笑对不 我笑的 啊 我进来了 你好 哦 他蛤蟆 他 傻话说啥呢 我大肚大把牙子给踢掉 傻话 唐蛤蟆是你叫的吗 这也是唐 唐老板 请看 我不认识你 唐老板你好 我叫 我叫 邹大鹏 叫我小周就行了 哎呀 你就是小周 哎呀 出事见面 两瓶薄酒 不成敬意 还望你 还望你 从我手中 把他接过去吧 不是 我想问你 初中见面 你为什么给我送酒 是 谁让你给我送的 是让我来的那个人 让我送的 是吗 对 是他让你给我送的 还愿意太好了 哈哈哈 请请 请坐 请坐 哎呀 哎 哎 你俩认识 哪的 我不认识这个 陌生人 我们有事 啊 你 你坐呀 来来来 你赶紧靠边 我不能谈事呢 快快快 哎呀 我扶你了 扶你了 你这 缺人吗 啥话呀 唐老板 这么大的企业 缺人吗 缺银财 缺银财 我就是人才 哎呀 谁用我谁发财 哎呀太好了 那这么说 小时候同志 今天你是来跟我谈合作的 我说救你来了 救我 让你的企业 起死回生 生机勃勃 哎呀 博大精神 身猴有鸡 虚狗害猪啊 我长这么大岁数 我没听过 没听过 就这么棒的潜台词 我就 我心里话 他在我心目中 就这个人 听他说这句话 肯定是才华 特别的横溢 我说你呢 就别说话了 行不行啊 我们这在谈正事 你说你得后边巴巴巴巴 你这样 你能呆你就呆一会儿 不呆你就走 这个不欢迎你 行不行 你干嘛呢 你呆这你 你这么大岁数 你没眼泪劲 哎呀 这你来 这哎呀 还整这么一大桌 这一盘菜呀 你别看就这一盘菜 但是意相当的深远 看见没有 这就鳞蛙 哦 是我亲自养的 这盘菜是今天我特请厨师给你做的 就等你到这来品尝品尝 唐言说 无功不受禄 大丈夫不识劫来之识 就凭牌臭菜 就想腐蚀我的灵魂 什么意思 不拿你钱柴 不替你吃蛤蟆 那个 有酒吗 有有有 我现在给你请 哎 大蛤蟆武生 这酒啊 说心里话 就这酒我都没喝过 你尝尝 怎么哪都有你 那个陌生人 那个陌生人 你也过来尝一尝啊 可以啊 喝什么义啊 可以啊 去去去去去去 小周同志 这个蛤蟆呢 你可以先尝一尝 完事呢 吃完以后 我有个事啊 想详细地问一下 就是你头软台给我发 那个叫PPT啊 P什么P 就是PPT 我确实不明白这个 哦 等你吃完以后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先吃 我到后我去把材料给你求来 行不 好啊 好好好 你慢用啊 慢用 P什么 你给她花给你一个 没加到微信呢 就加了信 没有呢 那那都没起来 相当 你好 诚问唐主带吗 哪位啊 我是乡长派来负责经营的小周 前两天啊 我给唐总发了一份PPT 你就是发PPT那小周啊 对 是我 没事 发那玩意有意思吗 不是 我发这份PPT啊 对唐总来讲是相当重要 相当关键的 没用 你发完他也看不懂 你都不如发点笑话 或者表情啥的 不是 请问您是 我就是唐老板是老大 我是唐老二 你有事吗 有事 我跟唐主今天约好了 改天了 没带吗 不是 我就约好了 别吃了 别吃了 整咋变了 咋变了 因为唐老板找那小周真来了 好 那我赶紧吃 一会儿不要吃了呀 不是 你心这么大呢 哎呀 我让小周同志啊 你看看 我那把这个PPT都列成了这个 我问一下 唐总什么时候回来呀 谁找我呀 谁找我呀 来 我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唐总 你好 你好 这个 你听我说啊 这次招出服务员的 先让你来一趟 让我给打不走了 不 你招服务员的他上饭店呗 他上日干啥的呢 啥话呢 大饭店不也你开的吗 这小子挺聪明 只要你点头就完事了 我说先上手啊 就说来了就别走 这样 既然你来了 我给你找点活干 你把那碗筷啥都给我收拾收拾 我呀 对 就你 不是 对 那啥 你这玩意就得从机场做起 你慢慢干点活 是不是 你去收拾收拾东西 那个小周啊 哎 没招呼你呀 你爱啥呀 你收拾桌子 那个 你赶紧干活啊 对影响我们的开事 那个 小周啊 没吃完 那个碗筷啥 我问问你啊 我首先问你 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为什么要减少碳排放 这个碳排放 哎呀 问题问得好啊 问题问得好啊 碳排放 平时喜欢吃火锅不 什么意思 这火锅咱们是不是 总喜欢吃那种铜的碳火锅 有时候是那样 以后改成电池炉 是不是就减少碳排放了吧 不是 你这个跟我养梨蛙 才有什么关系呢 养梨蛙你是不是得烤蛤蟆吃 以后尽量少烤 你可以红烧或者是生吃 蘸点辣根啥的 这位小兄弟挺有才啊 但是据我所知道这个碳排放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倡导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 现在咱这个林瓦养殖也得跟着社会和谐发展 说白了它得有可持续性 它跟你这个什么烤蛤蟆和火锅 它有关系吗 你这么说 你这么回答啊 对方 你这么回答我 你这么回答也对 但是那个老婆 是不是应该有所作为了呢 你 对啊 你干啥的 你干啥 人家谈正事你是干啥的 不是 我不 去扫地这行动 会老婆 人家谈正事 这样这样 来来来来 那个你不用走了 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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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下这儿 这个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众仇是怎么回事 啊好 这个有点 说话有点 不拿我当人了吧 我问你怎么说他说话呢 众仇 众仇是 这还不都 你来我描一下套边来 众仇 什么意思 种地懂不 农民种地 农民每年都在种地 那 他每年都种 是他种 他每年都 每年都种的情况下 今天 种啥呢 今天种的 今天种点啥呢 哎呀 仇啊 仇啊 仇啥呢 你快拉倒了 你还仇 可是不把你仇死 你还得仇 唐总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我理解的这个仇仇啊 就是一种新型的 融资方式 说个最简单的 就是把大家的钱 放在一起 共同干一件事 说白了 这是对您是一些好事 那跟什么种地 发不发仇 那有什么关系啊 我对你下位 还当服务员 你们吧 你们别瞎操着 没有用 这想你哪的 你服务员 你就扫地就得了 这么大老板 他对钱发仇吗 他 这是两个概念嘛 不是 你们干嘛呀 不是 你们弹事是我弹事 那来来来 你弹我走行不 还有问题没 啊 不是 那我再想问一下 IPO是怎么回事 哈哈 分队人了 你爱过P吗 蒙了吧 IP就是打雷 就招雷批 就是IP 那么IPO呢 批完之后 KO 你明白了 就是你应该给K倒了 起不来了 是不是 批倒了 你瞅你这样 你是没少IP 而且还批得挺严重的 啊 别这样了 谁也别这样 他批那回事 我就回来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不说话 谁道的 你来你过来 唐总 我给你正确解释一下 什么叫IPO 首次公开募股 就叫IPO 你今天有点解释 你在他那里说 你能一样吗 来来来 你过来 你这么愿意抢答 我问你一个问题 说一个企业 要想搞得好 在销售这方面 你有什么办法 对啊 判法 嗯 你说吧 笑话 笑话 看法 他还不知道 今天咋是才语啊 哈哈哈哈 哎呀 一个字 什么 喝 喝 喝这嘛 来 很简单的 来唐老板 很很简单 比如说你是老板 想找我抬一笔大单 好 我怎么能把这个单签成 嗯 好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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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我让你记住年轻人 咱们谈的是生意 是不是啊 我们不是来喝酒的了 这解决不了问题 干了 你喝多少都没有用 干了 你干有用吗 给面子是不 我凭什么干呢 我凭什么给你面子 这个是哥们不 啊 去 啥时候都不是哥们 把单拿来签了不就完了吗 啊 你喝完这么多酒 我就把单拿砸了就得签 这就叫谈事啊 不签是不 有你这么谈的 就是不签是不是 你行了行了行了 比我是不 比 还比我呗 比 我今天我就看不信 我就签不了你这个 行了 别喝了 这么货 什么这么货 这是服务员 你是服务员 怎么跟老板说货 我怎么跟说货 什么年代了 还是这么财上我 什么什么货 跟你说什么 你说这么货 我货不货 我本来我的英雄被手货 我哪有你都财满了 他们一个服务 我管你 你有能力 你有实力 你有能力 我把我买货 财完再喝 你咋的被手货 你抓了吗 你喝什么酒呢 师傅刚才 师傅刚才 谁拿机关枪 扫我一下子 小周同志 你也别生气了 遇到这种人 没有办法 这样 你呀 什么都别说了 其实当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非常有问题 我不瞒你说 这才是真正乡长 跟我派来的人才 小周 你是哥们儿不 你是酒蒙子 太气人了 来来来来 你上那边提 就是酒蒙子 小周同志 我不瞒你说 就像你这类的人 我是盼星星盼月亮 今天是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唐总 说句最心里话吧 我就是从这个农村走出去的 在外面这么多年 掌握了一些知识 但是我一想这些知识 还得回归于农村 所以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我就想带着咱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 干一番试验 我早就听说呀 咱们村里有个蘑菇大王 对呀 咱们村里人都知道 在养蘑菇这一块头子 我属于是大王级别的 拿回去 拿回去 别说句大王 别说句大王 拿 我垫个二行不 垫个二 垫个二 你要不要 不要说 拿我大人 拿我大人 大什么人 你自己都拿给大人 大什么人 久仰久仰久仰 早文大名 您就是蘑菇大王 这就是大蘑菇 唐总 这样 你的零瓦产业 或者蘑菇产业 如果要是强强联手 互相配合的话 不久的将来 我们的事业 就会面向全国 走向世界 太好了 我希望咱们两个强强联手 是吧 带领咱们这一片的村民 是吧 共同发家致富 你看怎么样 没毛病啊 唐老板 我就有一个要求 你说 能不能请我大方的吃都领我 没问题啊 咱这样 以后啊 咱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还长呢 因为啥呢 我们要一起共同合作 在我的心目当中 你们俩就是最佳的合伙人 哎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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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